所以為什麼你是因為最近還完結 所以你不去遊行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耶 為什麼我們夫妻之間的相處 現在台灣人好像都是 加個攝影機在我們夫妻旁邊 所以是在監看 其實我當天 我前一天晚上 我跟市長是在高雄 禮拜五晚上 對對對 就是要隔天要遊行的時候 對對對 那因為我本來在考慮 我們是不是要一起 但是因為隔天一大早 在台南有一個媽祖廟的一個 大家的一個 遊行祈福 那就到台南大天后宮 那因為全國很多媽祖廟都來了 所以 也是重要的場合 對對對 我就把市長想了一想 你還是代表去幫忙治癒 那到了台南以後 市長就說 那你要 我看你就不要再回來 因為回來人潮那麼多 你到時候 後來為了安全因素 他也沒有真的下去走 他沒有辦法 他擠不進去 對 對 他說你擠不進來的 那我因為隔天 我又有行程 所以他就說 那你就去跑行程 他不是給王小姐投資 他是因為跟王小姐的姐夫 他們之間 有生意往來的關係 那我不知道他們姐妹之間 他們的錢是怎麼調度 只是說 因為朋友本來大家都有分攤 然後他就把錢匯到他這裡來 所以他由市長這邊就一口氣匯出去 所以也不是市長直接投資那麼多 所以當時其實不只投資LED 還有投資一些其他的 但是他就是運氣不好 所以平常先講 市長不是一個 你說他一輩子家裡面背景都是軍公交 然後他在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並沒有很多經商的經驗 只是說對一個男人已經失業了17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當然會焦慮 希望能夠給家裡面一點經濟的外力 我們想要探紙掛紙 貼紙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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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韓市長之前的投資 雖然投資算失敗 其實你是理解的 但你有知情嗎 我有知情 有時候我會跟他說 這個案子我看不太 好像 你不是看周刊才知道的 會 周刊說你根本都不知情 是這一次爆出來 房文才藝獎你才知道 不會 不是 本來就知道了 我先生的事情 好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會把先生綁得很緊 但是他身上有多少錢 或是我身上有多少錢 我們彼此其實不是很清楚 六百萬的事 周刊說李嘉芬不知情 黃文才出來說李嘉芬不知情 李嘉芬今天出來受訪說我知情 總有人說錯了吧 請教一下苦力 這個不能怪他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說韓國瑜已經過關了 因為李嘉芬說了 他被黃文才帶壞了 你知道我們做爸媽 他有這樣講嗎 我們做爸媽的 如果要原諒小孩 就是說他是被朋友帶壞的 這是替他找下台階的第一步 第二步 我就跟他講他投資不好 投資不好他還硬去做 所以其實我們從 他也不敢說這件事情 我清清楚楚知道 他說他的錢他投資我應該知道 所以比較可能是 他可能知道這個投資 他覺得投資不好 李嘉芬畢竟是 他是比較能理財的 然後韓國瑜硬要去投資 所以就只好瞞著他 所以合理的推斷是這樣 但是最重要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說 他不來參加政見會 不來幹嘛 他們兩個就不合了 不會的 李嘉芬 終究會跟韓國瑜同框的 一定會跟他同台的 因為官夫人一定會支持官的 如果官夫人不支持官 他就沒有官夫人做了 所以他一定會出來的 大家也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OK 這個是今天在政見發表會之後 因為都有一個會後的記者會 那麼記者在問 新莊王小姐的事 韓國瑜完全不回應 只問說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柏文有什麼這不可以說一下 他每次遇到他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他就轉移焦點 或者他覺得他不想回答 他就轉移焦點 事實上新莊王小姐這個事情 因為他是今天選總統 大家有沒有關心 今天李嘉芬又接受訪問 他其實也談到這件事情 那到底這六百萬 坦白講六百萬在你失業的時候 你的這個算是男性的閨蜜 這個黃文才說李嘉芬不知情 而且還感覺好像很怕 他太太知道那種感覺 你跟他相信誰 我說真的 我當然是相信黃文才講的 因為黃文才跟他 他跟他一起的 所以他們那種兄弟之間的 可能有一些故事 不想讓自己的這個 如果這樣說起來 你如果說李嘉芬今天 會吞下去就對了 我覺得是會吞 或者我這樣舉例來講 當然這個尊重他的表達 但我只是說 因為他這次從美國回來 坦白說他自己在外面就說 好像募了一千五百多萬 那回來應該是夾著這個 外面的台橋歡迎他的氣勢 回來台灣繼續公開的造勢 可是他12月18號凌晨就回來 12月18號凌晨 就算調時差給他調 一天兩天三天 他12月21號那場遊行 那麼重要 因為那個算是挺寒 很重要的一場遊行 又在選前 照理講他應該是要出來才對 那我是覺得他剛剛當然 他有他一番的詮釋我都尊重 但是只是說為什麼週刊 週刊當時一定也是有做一些採訪 那如果李嘉芬說不知情 然後黃文采說不知情 然後合理的推斷 但當時確實韓國瑜是長期失業的情況之下 塞欠錢你要剩六百萬 而且那個匯款又是經過王小姐的二姐 然後再轉手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當然很誠誠的質疑 坦白說我是覺得韓國瑜 你也不要覺得委屈 你今天是要選總統 譬如說總統真的 你現在出在外面 有人會跟你問說王小姐這台事 有啊 大家很喜歡說這個 真的很奇怪 這個 這個比他真主重要 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甚至你知道嗎 你剛才問我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對答如流 因為也有人問過我說 你比較相信誰說的 真的會這樣子 外面人家也會覺得說 你跟相信王小姐到底是不是 他的什麼關係 沒有 他們都問說 王小姐那是真的嗎 就是這樣嘛 大家對這個真的是就覺得 很關心那六百萬跟王小姐 對 對 你還有一個問題應該要問 你去朋友家打麻將 一個女性朋友家打麻將 你會打到三星半夜 然後整夜不回家嗎 喔 我都有跟他們回答說 何波文不會 謝謝 謝謝